在高原地区高反了怎么办 多喝饮料 多喝红牛 拿两瓶 乐福 以前每次到西藏来没有感觉到高反 这次不知道咋回事 只要海拔一上四千 晚上睡不着觉 前天晚上冻着了 嗓子疼 然后竟然睡醒 感觉喘得很 人很不舒服 买两瓶 乐福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八清 今天继续前往瑟达那边 还有1000多公里才能到瑟达 是电动车魔女吗 是不是女后头 啊 是我 是啊 啊 真的假的 你看车吗 你这是电动车吗 对啊 雅迪电动车 对啊 哇 你穿拖鞋不冷啊 你这是魔女吗 对啊 不是 你这是魔女的吗 嗯 差不多吧 这个改了电池吗 加了个电池 我看着我就觉得应该是电动车 你这个改电池花了多少钱 花了快6000块钱 那现在能跑多远 好了 440公里 加上我这个的话 440公里 对 6000块钱就不能跑440公里 我原来有一个电池的 它原来的电池能跑多远 原来的话 60安 60不得80安的 哇 你这箱子可以哦 你从哪儿骑过来的呀 我从杭州骑到拉萨 然后骑拉萨回去 杭州骑到拉萨 再从拉萨走317回杭州 对 厉害 没有没有 没有很厉害 什么录音做饭的装备都带的有是吧 有的有的有的 那你一天能跑多远 我看你这车跑得好像挺快的 50公里 最快50公里 那你一天能跑多远 一天的话 如果想跑的话 可以跑电池跑完 可以跑420公里 420公里 还有留个340公里的话 找那个充电的地方 你穿拖鞋脚不拢吗 我6月份出来的 6月份出来 一直穿拖鞋啊 对 穿了三个月的快 穿了三个月的拖鞋 从杭州到拉萨 进来的时候走的318吗 对对对 318进317出 对走的5400公里了 厉害厉害 那你每天是要住宾馆充电吗 没有我都是在公共厕所 或者是露营地 公共厕所那充多久能充满呢 我那个有快充的话两个半小时 快充两个半小时就充满了 这个两个半小时 这个里面的话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了 但是用我快充的话 他充商店值嘛 这个车原车是多少钱的呀 原车的话就是裸车嘛 嗯 2,400 2,400 对不包过电池 那包电池多少钱呢 包过电池的话 我这个电池的话是3,850 这个的话是5,350 就是都加装了GPS的定位的 那就下来也1万 1万多 1万多了哈 挺好 我骑这个5000多公里 电费1分钱都没花过 5000多公里电费1分钱没花过 真的啊 对对对 厉害了你这手套也不带 鞋子穿个拖鞋 大哥要展示一下他的装备 对 今天碰到女婆摩托很荣幸啊 所以说我也又细分又紧张 我说话都结结巴巴的 这个是我那个一些装备 修车的一些装备工具啊 修车的装备 对 路上这些东西用上了没 呃 我帮过帮过别人 就是说我那个 从那个锁线过来的话 我帮人家电名车它破胎了 我帮帮帮帮帮帮帮人家 教人家补 帮别人用过但是自己没有用上 啊对对对 我自己很少用 我自己的话就是烧了控制器烧了一个 然后的话这些东西都要必备的 我自己这些工具我经常用的 我从来不带 我从来不带 这个是什么 这个的话是那个锂电池充充充充器 哦 这是那个万用表 就是那个控制器哪里坏的自己检测 然后那个电机哪里坏的都可以检测得出来的 这个是我那个整整一箱全是各种修车的 对对对 是的 这些的话我带帮帮帮子的话 那个红外线抱紧器 红外线抱紧器 这个东西怎么用的 红外线感应器嘛 就是说他这个可以这里有个鞭板 我知道这个 但是我还从来没有用过这个 这个是放在哪里了 比如说你搭了帐篷之后 搭了帐篷的话看它这帐篷是一个jsk野 你放在帐篷的边角那里 然后这样的话 人家一过来靠近点的话 他就会报警 然后的话手机会有那个 那是需要帐篷四边一边放一个 还是什么 你放一个就可以 因为他是那个什么 180度或者是240度 270度 因为他这个是原型的270度 他想用这个东西 叫红外线报警器 我听说过 但是我没有用过 就是搭帐篷的话 放在帐篷附近 然后附近如果来了人 或者来了动物 5米之内 5米之内靠近的呢 他就会响 然后这个东西就会报警 然后手机的话 你睡着的话 你手机的话 他会打你手机的 睡着了他也会打手机 对对他这个会响 然后他这个过了30秒之后 他会跟你手机联系 有什么人入侵靠近 请小心什么的 就是你不在帐篷边上 他也会打电话 对对对 只要有人靠近 这个东西买了多少钱呢 买了的话96块钱93块钱 这是那个摄像头 就是直接跟手机联网的 摄像头 对 你这个放在哪里呢 贴 他有那个贴纸的 贴纸贴在哪呢 然后这里有个贴纸 弄在哪里 弄在帐篷里面 放在那个什么 比如说你帐篷旁边有树啊 嗯 嗯 不了不对 哦就是你人不在帐篷边上 对 这还都是高科技 这个东西买了多少钱 没有高科技 这个28块钱 上车2块钱忘了 这个没 好用吗 这个用的话可以用 这是实时监控的呗 对对对对对 回头我也去研究一下这些设备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是说这是一个安全措施而已 嗯 就是说我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也怕 我也很单小的 但是你一个男人家 你怕什么 刚出来的时候我第一次嘛 那你怕啥嘛 有那个狼啊 有狗啊 什么七七八八 有些动物啊 那你出来这么久 有没有遇到狼 看到过 没有遇到过 在那个远方 远处看到过 眺望到过 对 然后那出来这么久 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情 目前还是没有 没有感觉让我特别的危险 那为什么会选择 骑个电动车出来磨捋呢 选你的 这个有一点 就是说我第一个是伤心的 第二个看到你 也挺潇洒的啊 这个 也有你的那里面的成分在里面啊 这我不拍马屁啊 真的 这这点我相信 确实好多人 他最开始想出来磨捋 没有勇气 都是在网上看到一些 别人的模拟视频 对 能增加一些勇气 你那个占到30%到50% 咱实话实说啊 看看你 哇一个女的 我都能出来 我一个男的 我不敢出来 我不信 我就挑战一下自己嘛 然后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 你那个是第二个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也想 本来也想出来的 上上心啊 看看风景啊 这样的 那你出来这 出来这有三个月 两个月左右吧 两个月左右 那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花了千百块钱吧 啊 千百块钱 千百块钱 就是说 呃 不包括买了这些装备 不包括装备 自己的日常开销 千百块钱 吃喝住 对 然后就总共一起 就花了千百块钱 对对对 哇厉害 没有 你身上这个衣服 你以前是有送那个 送那个外卖快递是吧 对吗 是吗 是的 哦 你就直接穿着以前的那个配送服 直接出来了 直接出来了 然后这个箱子也是以前是工作的时候 对 用的是吧 对对对 是的 可以可以可以 非常优秀 然后这里 那像你这个电路车的话 你爬牙口 海拔高了 会不会跑不动呢 呃 基本上的话 我这个动力还是挺足的 动力挺足 但是的话 就是爬那些高的 比较陡的话 动力明显不足 但是缓坡的话 没有什么影响 40多公里 还是照样能跑得到的 呃 基本上就40码的速度 对 降平坡下坡的话 刚给你看了一下 70公里差不多 哇 你这带的工具还真不少 掌心的 没有动过 辣条 啊对 没有满 没有动过 新的 可以可以 可以 然后这是那个汽车 那个 呃 转接头 我充电的 有时候的话 公共他说没有的话 什么 呃 人家的饭店没有的话 我找到碰巧 碰到了那个 汽车充电庄 刚很过一路上 那你你你你 过来这一路 你有留意那个 近藏路线 路上那个充电庄多吗 呃 目前的话 不对 不多 不多不多 经常有粉丝问 这方面我没注意过 不多 就是说 他有的地方 但是我看他们好多电车也往西藏跑 啊对 他们是电膜嘛 多是不多 但是的话你要花心思 就是说 你像正常的路上啊 嗯 它是没有的 但是的话你要往那个 箱里面或者线里面再延伸个几公里去 嗯 啊那可能有 汽车充电庄 啊对对对对 嗯 这前面这个是充电板吗 太阳能充电板吗 太阳能跟风力 这个能多加续航 25% 这个是给车子续航的 还是给手机充电的 手机电脑无人机都可以 这个 对 这这我这里有一个那个 那这里有个那个手机的充电座 这个USB 对然后这个是那个那个 啊 电瓶车充电的这个口 两个都有的 那这个可以给 这个可以给电瓶充电吗 可以的 也可以 就是就是多增加续航25% 但是它只起一个辅助作用 就是它也能 你这跑起来的时候 它这个会转吗 啊对会转的 边跑边骑 啊边骑边充电 对这个还有一个最最经典的 挺好玩的这个 最最经典的一个项目 你还没看到的 什么 万一秒给你检测一下 啊这个很实用的 这是干嘛的 这里不是 你不是说有些人他以为这是假的吗 嗯 他那个电压是稳的 然后在这里也是000 啊 啊 现在69 哦就这这么一小块 太阳能板 对 它的充电功率是吧 对 这个是它的那个功率 六六六十九了 六十九 六十九 就是你现在还没有跑 如果跑起来 它这个小风车转起来 对 它能达到七十七十一 刚好满足六十个电池的 继续需要 那你这次出来除了车和电池 或者买其他的装备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那个里面加那里面 不到五千四千多吧 四千多 对对 就是工具 对 然后加帐篷什么的 七八的一起嘛 就是说 就是所有东西一起 对对对 除了车电池 其他的辅交装备的话加在一起 花了四千多 可以 出来这都两个多月 也就花了千八块钱 就是说除了这些装备之外的话 就是医生住行吃穿用来在路上 就是花了千百块钱 就这个样子 挺好 洗澡的话自己在公共厕所洗 然后自己有那个折叠筒嘛 那你感觉你这趟出来这么长时间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有什么收获没有 收获呀 嗯 吃尽了苦头 吃尽了苦头 苦此之外呢 意志力更加坚强 就是说以前想着放弃 现在的话 就更加的容易坚持下去 那你觉得你用这种穷游的模式出来玩好玩吗 不好玩真不好玩 当初的话 我喜欢啊 没办法 我只能这样啊 再苦再来也得就这样熬过去啊 我记得啊 那个下雨天的话 嗯 什么东西都没了 那个气没了 啥东西都没了 然后又从马上定 一两年都没吃饭 然后还是熬过来了 后悔不 当时后悔 现在的话不后悔 现在不后悔 现在的话更加有力量 更加那个 更加有毅力精神 我觉得那个非常可贵 就是你刚刚问我 我觉得这种经历啊 是人生中难得拥有一次 对对对对 没错 真的是人生中难得拥有一次的 真的 就说有些人他没经历过 你就是在听我们这样夸夸气谈啊 他体也体会不到这种 这种里面的那种东西 那种精髓 就说哎呀 你这个这个是吧 反正的话 就是说我们经历过 跑了五千多公里嘛 嗯 反正的话各种 什么酸甜苦辣啊 快乐多有 总的来说的话 不须此行吧 不须此行 那还是值得 就是这电机是400瓦的 400瓦的电机 对对对 我就加了个电池 其他原封都没有动过 我对这个没有概念 我这种说的话 有的人懂得懂得他懂得 有的人他有这个是3000瓦的电机 1500电机 我这是原车电机 400瓦的国标电动车 啊 400瓦的电机 对国标电动车 就加了个电池 国标电动车 然后就加了块电池 续航可以达到440公里 从杭州走318进藏 现在是317出藏的路上 不要再问什么车可以来 西藏了 看见没有 电动车都干过来了 哎呀我今天难受的很 昨天晚上睡觉 虽然住的宾馆 但是睡了半晚上都是冷的 然后今天的嗓子还是很疼 然后317这一路上海拔都是在4000家 海拔太高了 我感觉我有点高反 还有128公里到丁青 今天晚上继续到丁青住宾馆 然后到丁青之后我要去医院西夏养 太难受了 整个嗓子是属于又干又疼 然后又痒的那种状态 喘得很喘得很 来了这么多次西藏了 就没有像现在这样过 继续出发 谢谢大家